气温不断飙高 可是观众朋友知道吗 其实时序已经进入了24节气的立秋 不过可别以为天气就会变凉了 中医师说立秋过后 还有秋老虎会发威 要到了秋分 天气才真正会转凉 太阳高挂紧进入24节气的立秋 不过台北市还是飙到了36度的高温 中医解释 那是因为24节气的大暑刚过 秋老虎正发威 太阳晒的那个热度还没完完全全的退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正好在蒸发出来的时候 所以觉得很热 这个热我们称之为秋老虎 太阳的那个热度有点像会咬人一样 所以才称之为秋老虎 124节气来看 秋老虎从立秋到除暑 是最热的时候 到了白鹿 秋分天气才转凉 而立秋正代表着秋天的到来 对应五行属性 也就是保养肺的季节 秋天它是肺的季节 所以我们要保养这个肺 肺它喜欢的是滋润而不喜欢燥 冰热 莲子 百合还有冰糖都具有滋润的效果 适合秋天使用 不管是感冒还是情流感病毒都是肺出了问题 在秋天台湾好身体增加抵抗力显得特别重要 新唐人亚太电视 如天长 张云亭 台湾台北报道